欢迎收看汉天新闻 我是紫萧 首先来关注一下美国国内消息 国会众院27日清晨条灯站 在党派壁垒分明下 以219对212票通过民主党提出的 1.9兆元新冠纾困法案 法案中民主党人拟增力条款 惩罚为支付最低时薪15元的大企业 拜登总统同日在白宫发表谈话 吞促参院尽快通过纾困案 现已无时间可浪费 财政部长叶伦也表示 经济刺激法案能确保国人度过危机 众院纾困案表决中 有两名民主党人投下反对票 包括戈登与史拉德 没有一名共和党众议员投票支持 估计共和党参议员也不会支持 参院若要通过该纾困案 拜登需要吸引共和党参议员支持 而且不能让任何民主党人跑票 拜登27日在白宫表示 通过纾困案刻不容缓 该案必须尽快送到他的桌上 如果我们够果断大胆 就能够抢先新冠病毒 最后让我们的经济复苏 美国人受苦太多太久 我们必须缓解他们的痛苦 院通过的法案内容广泛 除了发给绝大多数美国民众 1400元纾困支票 调高额外失业补助 津贴到每周400元之外 还包括疫苗配送预算 病毒检测费用 以及为各州政府城市提供的纾困经费 虽然也纳入了调涨联邦 最低工资到每小时15元 但法案送入参院后将被修改 参院通过后再送回众院 参院一名民主党幕僚 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 参院民主党人希望下周初 完成纾困草案 民主党人表示 推出纾困案的主因 包括事业人口众多 和50万名美国人染疫逝世 民主党人判在3月14日前 完成纾困案 不然之后部分类别的 联邦失业补助就会到期 共和党人则认为 该纾困案不符合民调中 显示的大众期待 不仅纾困金额太高 尽快复学的教育经费不足 而且这是送给民主党选区的礼物 以立民主党主政的州 众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表示 我要向称此纾困案很大胆的同仁说 纾困案金额太庞大 对那些称纾困案很急迫的人 我说他漫无重点 而称纾困案受众民欢迎的人 那一定是有政党偏见 拜登在众院通过纾困案后 致电众院议长波洛西 并称赞对方领导卓越 叶伦则在推特以两行文本表示 这份纾困方案可助民众撑过疫情 而且面临强达的成长经济 他最近也表示 强健经济复苏计划有望 使美国明年或2025年 恢复完全就业前带来改变 纾困法案包括 为民众发放1400元纾困支票的同时 投资机构雷蒙詹姆斯公司 华府政策分析师米尔斯指出 这项法案可能让四口之家 共拿14000元纾困金 民主党版本的纾困法案重点包括 失业保险补助津贴提高为每周400元 发放延期至今年8月29日 延长疫情期间 对于零工兼差者 自由业者的失业补助 至8月29日 为个人年收入 75000元以下的民众 发放1400元纾困支票 夫妻合并报税 则家庭年收入15万元以下 个人年收入10万元以上 家庭年收入20万元以上 纾困支票金额递减 为育有儿女的家庭 发放每名孩童 每年最多3600元补助金 逐步调升联邦最低工资 时薪到2025年之前达到时薪 15元目标 200亿元经费作为全国新冠疫苗 计划专款 1700亿元提供幼稚园到 12年级学校及高等教育机构 重启校园 并为学生提供援助 3500亿元为各州地方政府及原住民部落提供补助 纾困法案接下来将先进入众院程序委员会 然后交付全院表决 民主党及众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表示 希望周末之前通过法案 民主党方面指出 纾困法案将能够让疫苗配送流程变得更有效率 也能协助目前正在领取失业救济的全美1800万余民众 民主党高层先前纷纷表示 就在美国设法让生活恢复正常轨道的同时 联邦政府的纾困计划必须有大手笔才行 米尔斯说 根据纾困法案条文 家庭年收入15万元以下的四口之家 今年1月发放的纾困支票 每人可获得600元纾困金 也就是可拿2400元 最新回合1400元纾困支票 也是每人都可领取 总计便是8000元 如果再加上儿童补助金 每个家庭可另外收到6000元至7200元之间 民主党表示 他们会赶在3月14日失业金过期之前 把法案放到拜登的桌子上 最乐观的情况下 大家可在3月中后旬陆续收到1400元的支票 对于第二轮纾困案花了9个月的时间 而第三轮的效率可谓是非常快了 美国政府批准使用强生公司研制的新冠疫苗 扩大接种范围 为其他国家批准此款疫苗创造了条件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 星期六批准年纪18岁以上的人 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美国强生公司研制的单剂新冠疫苗 数百万美国人因此可能接种这款疫苗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代理局长伍德科克在一份声明中说 授权使用这款疫苗扩大了疫苗的可用范围 后者是对付新冠病毒最佳的医学防范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抗击已经夺去50多万美国人生命的疫情 强生公司的疫苗在全球对4万4千人进行了实验 发现在接种四个星期内对防范中等和重症新冠病毒 感染的有效率为66% 对防范感染病毒而和住院死亡的有效率是100% 而且很少出现严重的副作用 强生公司的新冠疫苗预计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 因为这款疫苗是单剂疫苗 而且能够在正常冰箱温度进行保存和运送 比辉瑞和莫德纳公司研制的新冠疫苗更容易分发 美国范德堡大学医学中心传染病专家沙弗纳说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剂量 就可能发挥非常实际的作用 因为这是个单剂疫苗会提高难以接触人员的吸引力 我们能够把疫苗带给民众 美国政府已经购买了1亿剂强生新冠疫苗 计划本星期翻发大约300万到400万剂的强生疫苗 据美国侨报网报道 自疫情以来 全美针对亚裔的歧视事件即将开始蔓延 近期纽约市亚裔受袭的案件更愈演愈烈 引发各方关注 近日亚美联盟与曼哈顿下城复利广场 举办反仇恨亚裔抗议活动 数百万民众和众多明显官员现身声援 呼吁社区团结停止针对亚裔的歧视和仇恨犯罪 当日的抗议活动现场 各族裔民众手持支援亚裔社区的标语齐聚复利广场 针对抗议亚裔的仇恨犯罪 亚美联盟代表国会议员孟昭文 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 州总检察长 詹乐霞 市长白思豪等军道场参与 白思豪在发言中重申仇恨犯罪 在纽约市没有容身之地 呼吁所有社区团结一致对抗仇恨 亚美联盟行政总裁姚久安发言时 一度落泪 他称疫情以来 亚裔已成为仇恨和排外主义的攻击对象 亚裔被推被刺被无端袭击的案件已愈演愈烈 许多人已在生活在恐惧中 但又无法保护自身和亲友的安全 孟昭文指出 亚裔自疫情爆发以来 除了对抗共同的新冠病毒 还要针对对抗亚裔的歧视和仇恨 亚裔长久以来都习惯被无视 但现在必须要勇敢站出来发声 亚裔也是美国人 詹乐霞则鼓励遭遇歧视和仇恨犯罪的受害人 向其办公室举报 确保调查此类攻击 并将攻击者绳之依法 据纽约时报近日报道 在美国前总统川普任职四年后 如今的拜登政府正努力在措辞和用途上做出改变 去除曾经的反移民 反科学以及反同性恋的内容 并以更具有包容性且更符合现任总统风格的文字和图片 取代他们 据报道 在拜登宣誓就职几天后 美国土地管理局就在其网站上换了一张带有蜿蜒河流的风景图 在川普执政时期 这个位置使用的是一张带有巨大煤墙的照片 在国土安全部 非法外国人一次被替换为非公民 内政部如今在提起所有群体时都会记得涵盖部落人民 与此同时 川普时期最不受欢迎的词汇 气候变化也再次出现在政府网站和文件中 在整个政府内部 LGBTQ的字眼也随处可见 人们在访问白宫网站时 会被询问自己希望的称谓是他 他还是他们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教授 川普时代的语言 丑闻与突发事件一书的作者 门多萨登顿表示 拜登正在重述奥巴马政府执政时期的美国愿景 这一愿景更加多样化且包容度更高 而川普则是在其动荡的任期内 试图通过语言改变现实 报道中指出 如今拜登政府的官员正在利用 川普曾经的策略来抹掉他的措辞 并回到曾经的状态 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说道 总统很清楚语言语气和礼貌的重要性 要让国家团结在一起 恢复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就意味着不仅要在行动上翻篇 还需要摒弃上一届政府的分裂性 筹外语言 有分析指出 新一届政府上任后 在措辞上的转变并不罕见 这些用语的修订不仅具有象征意义 也有助于引入新政策 但很少有两届政府在更迭时 呈现出如此鲜明的对比 政府的各个角落几乎都在进行修辞改革 以上就是今天汉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请您记得同时订阅我们汉天卫视官方YouTube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